大家好,我是東京走橋的鮑勃 東京的城市規劃做得很好 而且治安相對安全 是一個非常適合散步的城市 大家知道東京走橋這個名字 就是用邊走邊看的方式由東京嗎? 換句話說在東京散步 其實就是我們頻道的主軸 在這幾年的頻道經營下 我們研發出不少東京的散步路線 比方說影座到東京車站的購物行程 古根前的夏亭歷史風情行程 中原道高原色的住宅區小店行程 四隻古道范田橋的河畔咖啡行程 或是經典的秋葉原淺草上野的觀光行程 那我們就來介紹幾個東橋的經典散步路線 大家穿起好走的鞋子 跟著鮑勃、維恩一起出發吧 我們今天散步的路線是元素、青山、六本木、東京鐵塔這個大範圍 各個景點連接起來在地圖上大概7.5公里 也就是一個半小時的走路時間 那當然行程跟行程間我們會走走停停 甚至繞點路 所以整趟散步遊估計是一天的時間 我們大概早上8點半左右從元素車站開始 第一站就先拜訪早上的明治神宮 這裡年間參拜人數為日本第一 聽到明治神宮就知道這裡的主祭祀神 是122代天皇、明治天皇與其妻子 召獻皇太后 一路往本殿的方向走 可以經過70萬平方米 大概是大安森林公園2.5倍大的人造林 不得不佩服一下東京的綠花真的做得很不錯 雖然我們是令8點半左右來這裡 但如果你真的想要避開人潮的話 可以早上6點就到這裡 Bubble取材的時候也是個時間點 過完明治神宮大概是10點左右 這裡的商店都還沒有開 那我們就來悠閒的吃個早餐跟喝個咖啡吧 我們經過元素車站大概走個5分鐘 就可以到達位於十字路口的東京Plaza 我們要去吃的早午餐就是位於7樓的Bills Bills的人氣就不用鮑勃多數的解釋 我相信大多數的人應該都會點他的1600日幣的鬆餅 但鮑勃今天早餐不想吃甜的 所以點個2200日幣的Fresh Aussie 雖然有點小貴 但是品質真的不錯 不會像一般商務旅館的西式早餐 吃起來那麼的油膩或是過鹹 吃完早餐我們直接走到6樓 這裡是東極Plaza的Omohara no Mori 因為這裡位於原宿的Omote-san-do 所以名字就叫做Omohara 蠻可愛的 在這個安靜的地方點一杯星巴克 看一下城市的景色之後 就繼續進行散步行程吧 現在時間大概11點出頭 我們就在這一帶走走吧 雖然這一帶是以逛街文明 但不論你喜不喜歡逛街 我覺得需要來這邊體會一下東京的文化 竹下通充滿東京年輕氣氛 買個適合IG打卡的甜點 拍張照打開一下吧 元宿的小巷子裡面有很多潮牌以及二手店 在這邊買一件當地才有的潮牌梯 讓你在台灣不撞山 表餐到的國際時尚品牌旗艦店真的很多 由於貨非常的齊全 逛起來絕對比百貨公司還好收穫 青山持續的表餐到的時尚 但多了一點悠閒 除了繼續逛街以外 也可以喝這裡的藍瓶咖啡 如果接近中午吃飯時間的話 Bobbo推薦兩家位於青山的餐廳 Nomu Cafe 是在日最有名的花藝師 Nicolai Bergman的咖啡店 這家店的餐點是以健康導向 現榨的蔬果汁 生菜沙拉滿點的貝果套餐 打扮超漂亮的水果拼盤 健康好吃又適合拍照 Revive Kitchen 是一家保養品旗下的餐廳 是一家法式蔬食料理 利用高級的日本國產食材 搭配非常溫和的口感 讓身體不會有太多的負擔 吃完中餐現在大概是兩點左右 我們離開青山繼續前往下個地方 大約走了12分鐘 現在的位置是在奶布板車站附近 這裡有光是建築外觀就很漂亮的國立新美術館 由日本的建築教父黑川記章所設計 年間參觀人數為260萬人 然後樓地板面積將近5萬平方公尺 皆為日本第一 美術館本身開放讓大家參觀 有免費入場或是需要付錢入場的展覽 但不論有沒有喜歡的展覽 看著這種建築喝杯咖啡 欣賞一下也不賴 如果沒有特別看展覽的話 離開美術館大概三點 我們走個五分鐘可以到達東京 Midtown 這裡創業於2007年 有130家商店跟餐廳 廣闊的綠地 和豪華酒店構成 可以滿足各種不同需求的人 稍微逛街之後 散步到旁邊的綠地 以及有個小小日式庭園的快丁公園 坐著乘涼一下還不賴吧 我們從Midtown繼續走十分鐘 可以來到六本木地標 六本木星塵 也是鮑勃跟文當同事的時候的辦公室 這裡是東京最具代表性的一棟高樓大廈 這區由各個設計界的大將 專門設計不同的建築 比方說高樓本身 是由全世界最大的建築事務所 KPF所設計 你可以逛街 或找個下午茶店吃東西 或登上大堂的觀景台 也可以到美術館看展覽 離開六本木大概五點左右 我們接下來走個25分鐘 五點半可以到達東京鐵塔 這棟培的東京60年 高333公尺的廣播塔 代表了東京 跟與愛芬爾的鐵塔齊名 大家可以登上鐵塔欣賞美麗的夕陽 遠眺遠眺遠方的富士山 等到晚上看夜景也很棒 如果沒有想登高望遠 只想要靜看鐵塔景色的話 那我們穿過鐵塔 再走個10分鐘 可以到枝公園 這也是東橋最推薦看東英鐵塔的地方 沒有遮蔽物 可以坐在草皮上看著鐵塔的全景 太陽下山之後 看東英鐵塔的點燈 如果跟喜歡的人一起來玩的話 現在是告白或求婚的好時機喔 離開東京鐵塔或織公園之後 時間大概是7點左右 行程也接近了尾聲 大家肚子又餓又累了吧 我們往大門站的方向走 大概5分鐘就可以到今天的晚餐 拉麵Fang 這家店在大門的上班族中 有著超高的人氣 拉麵的湯底是以大山雞 以及10種國產野菜 熬煮出來的濃湯 吃起來雖然很濃 但是不油膩 雞肉不柴 非常的好吃 那我們這次元素到 東英鐵塔的散步行程 也到了尾聲囉 希望東英走橋介紹的散步行程 大家會喜歡 有時候少搭電車一輛站 利用走路的方式體驗東京 可能會發現旅遊書上從來沒有見過的經典喔 如果喜歡這種類型的影片 東英走橋的頻道還有更多行程讓你參考 可以訂閱我們的頻道 如果想要多多了解包博跟文恩的話 也可以like跟follow我們的Facebook粉絲團 以及Instagram 如果想要更加支持東英走橋的話 也歡迎加入我們的YouTube會員 讓我們有更多的經費 拍攝更多種類的影片 大家下次再見 掰掰